如风说梦幻,八卦天天看 1.粉丝给波罗P图为KFC代言 在加盟紫禁城服战队之后 武神坛长青树波罗可谓是重回巅峰 今年已经拿下了四个服战冠军和群雄冠军 波罗的铁粉深知他最爱KFC 专门给波罗P了一张图,为KFC代言 2.西洋红炮总转东海渊 在本周二维护之后 109以下的号 都可以直接转入东海渊门派了 不过无法获得额外的15点属性点 109西洋红法系老板炮作 第一时间就将自己的魔王转成了东海渊 看来相比于15点属性点 109的法系老板还是更喜欢限量祥瑞和锦衣 3.150磁航长杖体魔双加 玩家在鉴定出一把150长杖 伤害622点 体魔双加了61点 并且还有磁航普度特技 兄弟们 你们觉得这把武器给女儿村用好 还是给法系用好吧 4.新出130级品无级别男衣 西岳华山服务器新出一件130无级别男衣 出房244点 奈敏双加了50点 属性非常给力 5.第一磁航女头出炉 国泰明安服务器这个160磁航女头 在熔练之后出房106点 还有17点的物理格挡 算得上是160第一磁航女头了 1个月 水平的你 太刀 唯一 特别人 必须